好的,大家好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学习一下PV8新特性技术行解的第九集 第九集的话呢,是主要的来说一下,就是说在剩一个小节基础之剩 然后呢,在后面的几个月里面,也就是作者,他呢,就是鸟哥 他在写了那篇文证以后呢,六七月份 然后呢,从那个月份,然后呢,到十一月份之间 然后呢,到了后期的发布之前,对吧 然后呢,GIT呢,他又 就是说,为了让我们更方便的配置,然后加,又开启了四个选星 开启了这么四个选星 那么其中有两个非常成用,一个叫TracingGIT,一个叫FunctionGIT 那么它不是我们简单意义上随便的两个单词 那么它呢,其实是在鸟哥的基础之剩 然后呢,因为数字化不好配置 对吧,在它的基础之剩,然后呢,加了一些,你可以认为是加了一些别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了解一下 鸟哥做了些什么 官方为什么到,对,官方为什么建议我们去使用的是TracingFunction 如果说你有把握的话,使用鸟哥的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 因为鸟哥的话,它使用的是数字,1205 它不是什么不位等等一系列,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它就是代表的是这么几个数字,几个值 那么每一个值都是有含义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说一下 比如说GIT它最终在我们的PPII里面开启的时候呢 它呢,你看,前面都是以OPPATCH开头的,点GIT 然后等于一个数字,然后它的一个缓存空间,用了64兆 64兆,你用多少你自己来定 OK,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你要是内存大的话,你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它高一些 比如256啦,572啦,对吧,也别太过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关于GIT里面,它的配置里面有一个叫1205 是什么意思?1205其实实际上呢 是它分别代表着四个 四个值 第一个是是否在生成机器码点 时候,机器码点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生成机器码的时候呢 使用AVX指令需要CPU支持 那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是1 对吧,肯定是1 对吧,因为这个的话呢 更快一些啊,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所以说第一个值肯定是1 这个不用说了 第二个,机存器分配策略 在这里面的话 在这儿我们肯定会选择2 全局 机存器分配策略 也就是它分配的话呢 机存器分配的时候呢 采用的是全局 不使用 那还不如不要GIT呢 局部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有些地方用不胜 所以我们肯定会选择全局 第三 GIT它的触发策略 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非常关键 就是GIT的触发策略 就是这儿这个值 那么0的话呢 是PP脚本载入的时候 就使用GIT 就马上就使用GIT 但它不一定是最好的触发时机 对吧 1,等函数第一次被执行的时候 使用GIT 看到了吧 使用GIT 然后呢 我就这里面的话呢 比较枯涩啊 我就把这里面的东西给精简一下 三呢 等函数和方法执行超过N 超过N次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触发GIT 也就是说 你这个函数和方法 然后呢 执行的次数重用性 包括你执行的次数特别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启用GIT 启用GIT 第四呢 当函数方法的注释中 含有atGIT的时候呢 对它进行GIT atGIT的时候 对它进行GIT 也就是有一个注释 里面含有了GIT 那么就意味着下面的代码 对吧 作者希望 咱们的Zend 然后呢 它来启动GIT 但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很多人不可能 在注释里面加GIT 包括以前的代码里面呢 不可能都含有了GIT 所以这呢 工程量太大 这个呢 我感觉有点不使用 第五 当一个trace 当一个trace 执行超过N次 对吧 当一个trace执行超过N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去启用GIT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官方 包括鸟哥的文章里面 专门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 在这里面 我们3和5 用的最多的 用的最多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计算型的里面的话呢 我们用3 用的比较多一些 web型的程序里面呢 用5 对吧 就是我们的大型应用程序里面的话呢 用5 用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么选择3 要么选择5 这一点来看一下 也就是计算性 偏计算性的东西呢 你可以用3 然后呢 偏应用性的东西呢 你可以用5 OK 所以5呢 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 第四点 GIT优化策略 数值越大 优化力度越大 这就不用说了 对吧 那我们肯定选择 优化力度最大的呀 那就是选择5 0是不做 对吧 1234 比较酷涩一些 我就不在这一一读了 对吧 5是基于类型推断 过程调用图 然后做脚本级别的GIT 当然是脚本级别的了 也就是整个脚本 脚本级别 对吧 从头到尾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 GIT 全部都剩GIT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第四个肯定是5 前领个肯定是12 所以说12 什么5 对吧 中间这个数值 要么3 要么5 对不对 要么3 要么5 当然最后这个数值的话呢 在有些情况下 也会用到4 也会用到4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对吧 只不过呢 我想说的就是可能 对吧 可能这个里面的35 用的比较多 第四个里面的45 可能用的比较多 一个是脚本级别 一个是函数级别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 但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管是1235 还是1255 对吧 更多人可能会选择1255 那么呢 官方呢 觉得这种配置 第一个 如果这个配置 很多人搞不懂的话 如果说太底层的话 那么就会失去意义 所以说官方在后来 五六六七月份之后 然后呢 又改进了一下 在配置文件里面呢 OPCAT.GIT等于1205 后来改成这种机制 要么等于disable 就干脆禁用 就彻底禁用了 在OPCAT里面看不见了 OFF呢 是禁用 但是可以在运行时 启用GIT 可以在运行的时候 来启用GIT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如果说禁用 干脆大家就disable了 所以OFF用的比较少 disable 要么你就禁了 ON 要么你就起了 所以这里用的比较多一些 第三个是ON ON的话呢 是它默认就采用的是 tracing模式 你也可以明文的给它 tracing模式 或者FUNC 那么 这里有个东西呢 到底采用哪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剩一个小节目里面 PP8我打开过 这是官方进行的一个测试 进行的一个测试 看到包括Wordpress 对吧 Zamphoning 这个空架 PP的空架 等等一系列 包括Micro 还有官方所推出的基准测试 也就是它适合于密集性的CPU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比对 你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测试结果 都是tracing 要高于FUNC tracing要高于FUNC 而且有很多东西高出不少 有很多东西高出不少 看到了吧 像这种外部程序 大型外部程序里面 Wordpress里面 它俩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并不是特别大 是微小的关系 但是就这 所以说在这 那么下一个结论 推荐大家使用tracingGIT 那么tracingGIT 它等于 对吧 它等于我们的哪一个数值呢 有很多人在问 包括有很多人在网上发帖 那么tracing 它是不是就等于1255 FUNC 就等于1235呢 其实不是这个用字的 tracing的话呢 它呢 是什么 它的数值的别名的话呢 其实就是1254 也就是这个地方 使用的时候 触发策略 是很高的一个级别 4呢 是基于类型推断 过程调用图 做函数级别的GIT 做函数级别的GIT 所以这个反而是我们最常用的 如果是脚本级别的话呢 可能在另 可能它也 在另外一方面 会丢失很多的性能 还有一个呢 是5 FUNC FUNC 这个数值的话呢 它呢 是什么呀 是1205 1205 在这儿 是PGP脚本载入的时候 只要你一载入 就立马执行GIT 就立马执行GIT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选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用的呢 disable on 其实就可以了 或者是disable tracy 如果说你行文字化一些 你就disable 或者tracy 对吧 如果你行简单化一些 disable on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有翻译版的文章来做支撑 这个当然不是说我随便猜的 咱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有一篇博客 有一篇博客 这是地址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也做了大量的 它也做了大量的调研 然后呢 其中有一部分的话呢 可能还有一些措辞 可能与翻译有一定的关系啊 这里面的话 写了一下opcatch.jit tracy 它呢 值有点复杂 它其实是有这么五个值 disable off on tracy 方式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它又一一的 紧了一下 什么叫JIT标记 开篇咱们就紧了JIT标记 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 虽然里面有很多东西 大家呢 不想了解那么深 对吧 不想了解那么深 虽然了解了 可能明天就忘了 然后呢 官方的话呢 它呢 把咱们的一个最优质给了咱们 你就是你们不用去 弄那个数字了 就给你俩最优质 就给你一个最优质 你上不上吧 对不对 你上不上吧 你要用就用tracy 这是官方推荐 就完事了 就没了 要么你就disable 所以说官方的话呢 其实表面上表出来的 其实给了我们俩开光 就完了 对不对 其他的呢 那么官方自然会平衡好 会平衡好你的应用 因为官方做的大量的测试 要比我们做的测试 基准测试等等一些 包括应用测试 要多得多 好吧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视频里面那个地址 大家可以下来看一下 好不好 可以抄一下 那么在这 那么所以说在这的话呢 我把它关闭啊 在这呢 咱们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后面的话呢 自然会教 会带着大家进行配置和测试 好吧 那么基本上在这呢 就给他的前因后果 给大家说完了 好不好 那么也就是在GIT里面的话呢 我们直接上tracy就完事了 对不对 也就是这里一个字 最后演变成了什么呀 演变成了opcatch.git等tracy 或者en 第二个呢 opcatch.git buffside的缓存 64128 是不是啊 在这简单的来个64 所以最后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 就大家这么去配置 就OK了 那么也就是GIT 它的一个使用配置 对吧 在这的话 我们来个on 但是要语义化一些 未来的话呢 维护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懂 对不对 在这的话来个64 这个呢 是适合中小微企业的 尤其是小微企业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好吧 那么咱们本节呢 就简单的 给大家聊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